关于大巴黎队内队长的投票选择,大家也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 在梅西和内玛尔都离队的情况下,姆巴佩毫无疑问就是大巴黎队内权力最大的球员了 所以开始外界认为他将会成为毫无悬念的队长人选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在这次的大巴黎新赛季投票中姆巴佩也遭到了孤立 大巴黎队内开始对新赛季的队长进行了投票 但是姆巴佩居然遭到了队友的孤立,仅仅是位列队内队长投票的第四位 前三位分别是老队长马尔基尼奥斯、佩雷拉还有大巴黎清训出身的法国国脚金蓬贝 姆巴佩也将会成为全队三位副队长之一了 姆巴佩的成为队长计谋也是失败了 大巴黎内部对于他并不是那么的支持,球员也都有着自己的想法 马尔基尼奥斯虽然再次成为了球队队长 但是内部对于他的领袖能力还是存在质疑 金蓬贝作为清训队员也一直想要成为大巴黎队长 为此上赛季金蓬贝还和姆巴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当时姆巴佩想要自己成为球队唯一的队长 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 所以大巴黎内部三大巨星马尔基尼奥斯还有金蓬贝 以及新来的时刻都对姆巴佩不满意 认为他从一个想要离开的叛徒再次成为球队队长 很难让其他人信服 所以他们更愿意让马尔基尼奥斯继续担任球队队长的职务 这样看来大家也是错怪了梅西和内玛尔了 当时两位巨星在队内并没有带领队员反对姆巴佩 他们更多的还是自己踢球就行了 就算梅西和内玛尔不在球队 对姆巴佩不满意和不服他的命令的球员还是很多的 姆巴佩想要无悬念的成为巴黎领袖还是很难的 消息称 巴黎新赛季队长的人选已经进行了队内投票 最终队长的顺序已经新鲜出炉 根据阿姆西的投票 最终队长顺序已经新鲜出炉 根据阿姆西的报道投票的人选 包括了马尔基尼奥斯姆巴佩金蓬贝维拉蒂 达尼洛路佩斯 从巴黎圣阳曼的队长投票结果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姆巴佩在球队内的地位并不受到普遍认可 除了阿什拉夫作为他的小弟之外 其他球员似乎并不认同姆巴佩是合适的队长人选 这或许意味着姆巴佩对巴黎俱乐部缺乏 那么为什么姆巴佩在更衣室内的地位如此孤立呢 这背后或许蕴含着一些隐情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 姆巴佩的个人态度决定了他在球队内的位置 他的忠诚度很难让人信服 他似乎更关注的是金钱而不是俱乐部的长远发展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态度 姆巴佩不再有附属于他的忠实拥促 他们选择了支持其他球员作为队长人选 这种情况给我们的启示是 姆巴佩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离开巴黎 如果他离队 那么他唯一的小弟阿什拉夫也有可能跟随离去 姆巴佩未来的去向传闻圣骁城上 有人说他可能会加盟皇嘛 但这并非板上钉钉的事情 与巴黎续约的几率也是参半的 他对于俱乐部的忠诚度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毕竟从更衣室内的知识情况来看 姆巴佩在巴黎并不是拥有坚实归属感的球员 无论最后姆巴佩的去向如何 他在巴黎更衣室的角色都只能被认为是次要的 他可能是球队的核心进攻手 但他在领导球队的能力和影响力上海有待提高 也许他需要更多的与队友进行沟通和融合 以获得更宽广的认同和支持 在这次的投票中 马尔基尼奥斯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成功当选为巴黎新赛季的队长 他的领袖气质和球场表现赢得了队友们的信任和认可 作为一名实力出众而且表现稳定的球员 马尔基尼奥斯不仅技术过硬 而且还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给队友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他在比赛中领导能力和拼搏精神 被巴黎队树立了榜样 紧随其后的是佩雷拉 他凭借出色的球技和领导力赢得了大部分队友的支持 佩雷拉在场上的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 被队友们一致认可 他能够在比赛中准确分析形式并做出正确的决策 佩雷拉的领导能力不仅在比赛中展现出色 在训练和日常生活中也深受队友们的尊重和喜爱 金蓬贝则位列第三 他凭借坚韧的意志和全力以赴的态度赢得了众多选票 作为一名年轻球员 金蓬贝展现出了不凡的潜力和实力 他不仅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还在训练和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对球队的忠诚和奉献 队员们对他的表现非常的赞赏 并认为他有成为一名出色队长的前置 而姆巴佩虽然得到了一票 但仅来自他的好友阿什拉夫 这或许并不出人意料 毕竟姆巴佩年轻且比较缺乏经验 尽管他在巴黎的表现令人瞩目 但他的队友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和评估 他是否适合担任队长的角色 在一支足球队中 队长的地位至关重要 他不仅要在比赛中展现出色的技术和身体素质 还要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队长所承担的责任远非一般球员可以比拟 他需要在场上提供稳定的表现 同时在场下带领队伍 激励和鼓舞队友 有鉴于此 队友们对于队长的选择 将会进行认真的考虑和评估 对于姆巴佩成为队长的可能性 人们的态度似乎存在一定分歧 尽管他在巴黎社软曼的表现 令人赞叹收获了大量的进球和助攻 但年轻的缺乏领导经验成为了人们 对于适合担任队长的疑虑 作为一名年轻球员姆巴佩 并没有像其他潜在候选人一样 长时间在职业足球赛场上历练 缺乏对团队管理的深入认可和经验 尽管姆巴佩的年轻和缺乏经验 可能成为他成为队长的阻碍 但他的天赋和潜力不可忽视 在场上他展现出了出色的个人能力 和沉稳的表现 证明他在技术和意识方面的独特天赋 此外他也展现出了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积极 与队友沟通和协作 在队友们眼中他的努力和投入也是不容忽视的 姆巴佩在训练和比赛中总是给予最大的努力 从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 维拉蒂在这次队长投票中没有获得选票 这可能与他在上赛季末离开巴黎队有一定关系 不过维拉蒂在巴黎队的表现无可厚非 他曾经担任过队长一职 并且给予了球队很多帮助 相信维拉蒂的离开并不妨碍他在球队中的威望和地位 巴黎新赛季队长的人选已经通过队内投票确定下来 马尔基尼奥斯佩雷拉金彭贝和姆巴佩分别排名前四位 这些球员凭借出色的表现和领导能力 在球队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他们将肩负起带领巴黎队获得更多荣誉的重任 并期待在新赛季中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表现 在新赛季中展现出更多荣誉的重任